回家是冒险 钱包会扁 牛奶公司过年 是不是轻轻不会捡 这家居家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四川浪宗人 我们老家是湖北的 来自河南 南徽人 山东潭 河南信仰人 过年 过年不回去 牛奶本地不回家了 就是暂时是不回家 所以我们就不回家过年了 养钱的补助 补贴加办费 免费免费时速 宝贝补贴300块钱一天 哪里给发红包 发红包呀 每年基本上都回家的 去年困在五万六十七天 坐几十天 自宴着 今天刚开始 一天打算回家 然后公司待遇也挺好的 给我们每个人 两千的补助 然后我们在这里上班 每天还有两三百的补助 然后饭堂的 还给我们安排了 过年的年夜饭 这样的都给我们去的 想得很周到的 家里在武汉 还有一个大儿子 都两年没见面了 但是我还是挺想他的 本来是要回去 公司里面会对我们 这个加班的 工资 照顾 另外在这个加班期间 还有两千到三千块钱的 补贴 红包 父亲母亲都在的 他们都年纪大了 共同学也理解 也为我们的安全着想 尽量减少流动 本来打算回去的 考虑家人的安全 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 那疫情要是真正不严重了 厂里面 要是没有这么忙了 我们也想回家看看老人 按照晚年的话 我们都放假回家去过年 今年吧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员工在 我们就把这个年夜饭 好好搞一下 就是我们是分三千加两千 其中的一千是在 这个过年的年夜饭上 我们现金发的 还有两千是在 打到公司卡里面去的 另外的两千 是作为开门红来发的 作为湖北人呢 可能去年来说 湖北人承受了更大的 那个疫情方面的压力 所以对疫情传播的影响 可能体会得更深刻一些 虽然说今年的 整个湖北的疫情控制都很好的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我决定还是不回家 还是响应国家的政策要求 然后也留在单位过年 那肯定想到家内父母 都会自己想自己孩子 包括自己也会想自己家父母 我们准备了一周很丰盛的联谊饭 然后也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联合 我们也很开心 这就叫做我们的第二个家 德国人的部门 我们也介绍着